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龙龙开车了 那最近有不少小伙伴会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龙龙20万以内 到底我去买一个燃油车比较划算 还是买一个新能源车更合适一些 其实讲到这个话题呢 我想把它分为两大类和三小点来说 首先第一大类就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前提条件 就是你已经具备了燃油车车牌的额度 或者这块铁牌 同时你也具备了去新能源这一个额度 那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 我们就不会因为我没有这个蓝铁牌 而去选择新能源车型 OK那先说第一类人群 就是你的用车范围不是很广 同时或者可能你家里已经具备了一个燃油车 那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 我建议你好不犹豫一定是选择新能源车型 因为以20万以内的大部分新能源车型来说 它几乎已经可以做到一个标定400到500公里的续航里程 那根据我们实际用车下来来说的话 大概也就是300到400公里的续航 我相信这么一个续航表现 无论你是在北上广升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 上下班通勤应该都可以满足 在这样的基础上 如果你周末想要带着家人一起去郊区旅游一下 玩一玩的话 我相信300400公里的续航 同样也是可以去实现这个目标的 那第二类人群呢 也就是它的用车范围比较广 同时可能真的是比较喜欢中远距离自驾游的这一类用户 那我建议你还是选择一个更靠谱的燃油车 作为一个购车选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国的一线城市 包括北上广升 上海长江三角洲 沿海的这些城市 交通网络比较发达 其次充电的配套辅助车是比较到位 但是对于一些喜欢自驾游的小伙伴来说 大多都喜欢去我国的大西北 西宁 青海 甚至新疆 西藏等这些地区 那先不说沿路的交通设施如何 就连充电设备 包括一些救援设备 再加上极端气候条件下 对车辆电池的一些影响 都会很大程度上阻碍我们 驾驶全电动车行去那边游玩 因此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面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选择 燃油车更加合适 那我们讲完第一大类之后 第二大类的用户 其实就比较简单的就是 它暂时还不具备铁牌的额度 或者暂时不具备这么一个 传统燃油车牌照 对于这一类用户 其实以前我会建议 如果你是在一二线城市生活的话 那选择一个新能源车 三四线城市因为不考虑到牌照 使用问题而去选择燃油车 但是如今考虑到整体的油价价位偏高 而且新能源车型后期养户产本 无论是它的燃料充电的费用 还是它的保养费用 确实要比燃油车来的更划算 因此这一的用户 我现在更推荐你去选择新能源车型 尤其像在北上广深 这样一线城市 我们都知道这一块蓝牌 真的还蛮重要的 无论是现行 甚至像上海的近市区 白天的高价现行 都会限制你外排通行 那可以通行的 仅仅只有本地牌照 以及新能源牌照 在这样的前期条件之下 选择一个新能源车型 可以满足你上下班通勤 包括周末出行 显然是更加合适的 而且与此同时 它也不妨碍你去 同时进行一些牌照的拍卖 或者说摇号的这一些进程 那你大可驾驶着新能源车 同时去进行另外一项 燃油车牌照的拍卖 那等你牌照拍到之后 我们再来做下一方的选择 也不迟 OK那其实讲到底 对于消费者来说 到底是选择燃油车还是新能源 我觉得更看重的 其实还是你自己的用车习惯 如果你整体的用车距离 相对比较固定 或者说比较短一些 选择新能源 显然在养护成本上 确实要更划算一点 当然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自驾游 同时又对于机械有着一定的执着 很享受机械车的这种驾驶习惯 燃油车的这种驾控乐趣的话 那还是选择燃油车更靠谱一些 至于到底怎么选择 那就交给你自己了 对于消费的这种驾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